请介绍的朋友 阿里有客户 一起来哦 扫街 博选票 不忘对着手机镜头来断开场白 苏贞昌接地气 不仅与民众面对面 也要隔空拉拢 观看直播的网友 借此拉近与年轻族群的距离 我们用直播 也是要让选民看到 我们时代不同了 网路上你就可以看到 候选人是多么的努力 积极冲刺选战 苏贞昌指导蓝营大票仓 综合传统市场 谈到促转会前副主委张天青 针对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侯友宜 在过去正南融事件中的角色 只只是转型正义最恶劣的例子 还说如果没有操作 很可惜 甚至自闭董场一说 是否已经影响到绿营选情 当年打压人民 当年扭曲历史 行使危险的正式国民党 不是为一个选举 不是对某一个人 更不是为一个政党 这样台湾才会正常发展 与张天青划清界限 不过谈到昔日正南融案 侯友宜表示 如果再发生一次 仍会去执行 苏贞昌则对此表达遗憾 正南融的遗孀 女儿都还在 前一阵子他们才说 侯务市长这种讲话 是恶度伤害 没想到现在他还是这样讲 对受苦难的家属 遗孀 女儿 不知道情何以堪 批评侯友宜拿张天青事件来说嘴 至于遭到质疑选举手法式 仇恨式选举言论 苏贞昌则借此反击 台湾的民主是多吵前辈 用血泪换来的捍卫民主成果 也避免促转争议 烧到选情 关于新闻 红西宇丁上辰 新北报道